说到营造技艺啊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祖师是家喻户晓的 那就是鲁班 相传酒粮十八柱七十二级的建筑样式 就出自鲁班之手 而鲁班的传说也在2008年被列入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 当代的能工巧匠 可以说他从业将近四十年 主持了太和殿的修缮工程 他就是官室建筑营造技艺 北京故宫国家级非移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李永格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欢迎李先生您好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这个舞台幕布一拉开 在您身后有很多 平时这些物件应该是经常跟您打交道的 是您的工作伙伴 对不对 对 给我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您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他们 好啊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了几船斗孔 斗孔呢 是我们中国古建筑 木结构建筑的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符号 也是我们中国建筑的一个符号 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有的国家也是跟中国学的 说到这儿李先生特别骄傲 对 这是专属于我们中国的建筑元素 对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太和殿 仿着太和殿下层岩 一比一比例制作出来的 就是溜金斗孔 就是太和殿采用的斗孔形式 对 我们一比一把它复原了 就成这样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对 所谓的斗孔是不是就是 我们官室建筑屋檐底下的那个 那个结构的部分 对 这个斗孔呢 它是在柱和梁方和这个上边的 这个船子里的之间的一个 过渡层之间的一层构建 那它究竟是如何具体结构出来的呢 我们今天也请李先生带着徒弟 给我们简单做一个展示好不好 好吧 来 有请 我就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出来的像猪鼻子一样的 我们叫昂 横向叫拱 所以统成起来叫斗拱 这个斗拱对我们的官室建筑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坐斗正面和口的宽度 叫斗口 也叫口份 这就是我们一座建筑的标准尺寸 有了这一个宽度的尺寸 那么我们整个一座大殿 不管多复杂的大殿 就完全依据这个标准 就可以建造出来 所以它是个计量单位 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个宽度 叫一口份 它规定了我们的沿柱镜 直径是六个斗口 六个斗口 柱高呢 柱高那就是六十斗口 无论是多巨大的宫殿 都是以此作为一个基准单位 来建造的 对的 对的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在感慨 咱们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有这样的奇思妙想 并且把它应用到实际的应用当中 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我知道其实您从事这样的古建筑修缮工作 已经将近四十年了 而且您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能感觉到 直到今天您对它还是有着 无比高涨的热情 我想其实也是和您的师傅 带给您的传承有关吧 我从一个刚进故宫 什么都不懂的一个矛头小伙 一直到学习我们的这些古建的各种营建技术 都要得益于我的师傅们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带着大家一块来看一看 这是 就是站在中间 我那个右边的这位师傅叫赵崇茂 都是我们北京市大木匠里边 是非常有名的 本来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他的优点就是每天 都里带一个小笔记本 带着赶笔 碰到了一些看到的东西 马上就记下来 它为什么形成了 最后成为了我们北京 乃至全国都是很有名的一个大木匠师 其实就和他日常的积累有很多的关系 在他退休的时候 当时我也在故宫里边主管工程 他可能是怕我骄傲自满 退休的时候给我留了一个纸条 叫物要易得自尽 欠偿则止 后来我体会就是 你不要觉得有一些收获 刚得到了一点 刚知道了一点基本知识 你就沾沾自喜 你就骄自满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提示 或者叫鞭策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师傅 后来带着这种谦逊的态度 您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也把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工作体物 写下来 编成了一本书 留给自己的学生们 2006年 2008年 我又主持维修了太和店 那时候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 所以当时也想应该把这个 干了几十年的这些经验 好好地总结总结 于是就和我的那个一个师弟 我们两个人一起写了一个明清 木结构建筑的这种诠释 其实目的也是想留给后人点东西 留给我们的这个学生 或者叫徒弟们 供他们去参考 供他们去学习 正好从师父当年的一句话 到后来自己的一本书 带到一辈子 我想其实有些人说 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一个巨大的宫殿 我想我们的每一位 非遗传承人 就是那一个又一个斗拱 他们跨越风雨 坚守如一 也是他们支撑起了 沉淀千年的岁月光阴 也让我们再次 向所有的非遗传承人致敬 谢谢你们 我们也期待着到2020年 故宫600岁的时候 在您身边会有更多年轻人 传承您的记忆 成为光荣的故宫守护人 这也是我的期盼 好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 谢谢